再來的話 我們後面的那個部分 就請大家自己把那個像年級 暫筆統計圖給做出來 這個如法泡製一下 或者甚至什麼學術士班 暫筆統計圖也可以把它畫出來 OK 然後這個我想就請大家自己延伸去做 方法差不多 再來的話我們最後就是要做那個 錄製聚集 然後我希望得到一個功能 就是幫我其實就寫個程式 只是不是用你不用寫的用錄的 然後這個功能是說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這三個欄位的資料全部都顯示 另外一個按鈕就是清除 按下去這些全部都清空 那應該要怎麼錄製 其實一樣要彩排 然後再開 不過我是建議因為有三個欄位 三個欄位我建議 如果你有三個欄位的話 其實你不要三個同時做 你可以做一個然後去改就好了 因為你做一個之後 你大概就知道第二個怎麼改 第三個其實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那至於要怎麼改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錄一個細鎖 透過細鎖來做修改 試試看好了 那首先的話一樣就是先把錄製劇集找出來 在哪邊 上面的機關有沒有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把開發人員打勾 按確定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錄製劇集 那一樣喔 錄製之前先彩排 所以我們要錄兩個按鈕 那它先細鎖好了 另外兩個先不要做 細鎖的話就是 1.游標放在這邊 2.上面打勾 3.快點兩下 這好像前面一模一樣 那清除的話一樣 游標放這邊Ctrl Shift向下 然後Delete 有沒有 發現好像都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錄製劇集如果你錄到 已經差不多熟悉的話 其實很多地方根本不用重錄 自己寫就好 或者摳過來改也可以的 只是如果你要會改的話 所以接下來我如果大概彩排OK之後 那我們就開始錄製了 游標記得不要先直接放這邊 你要先放C2以外的其他儲存格 要錄製劇集 名稱叫什麼 就叫係數 OK 我們就叫係數 好 然後就開始了 OK 就不能NG了 按確定 1.游標放在這邊 2.上面打勾 3.快點兩下 OK了 停止錄製 所以四個動作 1.2.是這邊打勾 3.快點兩下 4.記得停止錄製 好 這樣就產生一個了 你要看有沒有成功的話 聚集裡面應該有個係數 大家現在執行這邊會執行 我們先不執行 我們再來錄清除 清除的話一樣 錄製聚集 打個清除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1.游標一樣放在C2 然後把它選到底 選到底就是Ctrl Shift 向下 好 3 的話按Delete OK 好了 成功 停止錄製 一樣四個動作 1.2.3.4 就是停止了 OK 好 那我們來看有沒有成功 聚集裡面係數出現了 清除執行 欸 清除不見了 好 那顯然 我們已經做出第一個了 OK 好 那還有年級跟學碩士班 欸 那怎麼做 當然啦 其實你說那好像動作差不多 只是換成另外一個位置 那所以需要重來嗎 其實不用 那只是說你要會 懂得修改 看懂那個程式啦 好 那接下來當然我們先把它 進到那個細索的位置 編輯一下 好 那一樣喔 我的習慣是會先把Visual Base 先縮小它的視窗 浮動在上方 可以看到那個後面的資料 為前提 那另外的話呢 程式在這一塊 把這個把它放大 我喜歡上面這邊 藍色區點兩下 讓它放大 就是讓這個程式呢 放在這一個 等於是右邊的視窗這邊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姿態小 一般習慣很會工具選項 把它拽寫風格字放大 至少放到12號字吧 反正姿態小了 這樣看得到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錄製到的那個劇集 實際上它的結構啊 基本上以後你要記得啦 反正程式一定是寫在模組裡面 如果你錄製劇集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一個模組 如果你要自己寫 你可能要自己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它的結構一定是sub開圖 名稱在後面 然後結束的話是end sub 所以這個是一個劇集 頭跟尾 那這個是一個劇集 所以剛好兩個劇集 所以它實際上在Visual Basic裡面 就長這樣 所以以後的話 你們要自己寫程式 就把它直接寫在下面就可以 或者你要增加 比如說你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增加一個班級 我不要用錄的 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喔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拿戲所來改就好了 那怎麼改喔 在改之前 我們要先把它把它註解一下 因為我前面講過 單引號開頭的就是註解 所以好像我記得我們有註解過嘛 第一個動作我做什麼呢 前單引號嘛 然後 1的話呢 我是什麼 比如說游標 然後放在C2儲存格 有沒有 然後其實錄下來就是這一行程式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第二的話應該是什麼 我是輸入公式 簡單寫一下 那這個你寫給你自己看的 你寫 你如果要寫詳細一點OK 然後這個是叫AutoFill AutoFill就填滿嘛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3 應該什麼 向下填滿好了 其實應該是向下填滿公式啦 所以我簡單寫一下 OK 大家看懂就可以了 有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Auto 這個最後有多一行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一行是多餘的 因為它把那個範圍選起來 其實沒什麼意思啦 所以最後一行 其實如果你假如不要它 你把它刪掉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三個動作就三行 那這個當然你慢慢可以看懂 如果儲存格的話有沒有 它就是Range裡面 只要放一個儲存格的坐標 就是儲存格 點Slater的話就是把儲標放上去 輸入公式的話就是Formula 有沒有 那R1 C1的話就是等於它相對位置 R就列 C的話就藍 也就是第一列的第一藍 當成是它的基準 然後相對位置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AutoFuel向下填碼 範圍如果後面加冒號的話 表示不只一個儲存格 而是一個範圍 所以沒有加冒號的就是一個儲存格 有加冒號就會是一個範圍 這個Range物件在VBA裡面非常重要 有沒有 因為你要做任何處理的話 一定都是一個儲存格 或者多個儲存格就是一個範圍 OK好 那底下這邊也這樣 清除的話加注解 一樣嘛 所以這個把它複製到這邊 1儲標放這邊嘛 然後2的話應該就是 我好像是一樣 Ctrl加Shift 加什麼向下 然後3的話就是那個 按Delete OK 我按寫出來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錄製好的這個程式 它要執行的話 當然應該OK 除了說可以從聚集那邊執行 我好像之前跟各位講過 你如果儲標放這邊 按上面執行也可以 儲標放這個範圍 按上面的執行也可以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執行的地方 除了可以從聚集執行之外 在VBA裡面也可以被執行 儲標放這個Sub跟AdSub中間 按上面有個執行 有沒有它就可以執行 當然 如果我們已經寫出了一個系索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我要能夠針對那個什麼呢 年級跟學碩士班 這兩個欄位 也要做出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 其實當然 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可以不要自己重錄 當然你要錄也可以 這邊的你要1、2、3又錄並一 然後名稱 那你會發現其實好像有一些地方機 有機可循的 系索你直接把它 有沒有 系索這個哦 如果你要產生班級 其實有個方法 不要重錄 自己拿來複製貼來改比較好 只是說要改哪些地方 OK 按複製 然後貼的話記得哦 貼到它的下方好了 貼上 把它Enter幾個 那記得把名稱改一下 這個就要年級 OK 年級 好 年級 那當然你可以猜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 那個Range 它優標一定就不是放C2 它應該放什麼 這邊看得到嗎 D2嘛 所以這邊改一下 誒 優標放D2對不對 然後公式的話呢 所以公式部分的話 它的敘述方法 如果假如你不要用什麼R1、C1 因為這個相對位置的敘述方法 你就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不要用R1、C1 這個可以delicere 然後你把那個公式貼到這個雙引號跟雙引號中間 這個公式要貼什麼呢 其實就是貼這個公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這個公式有沒有 就這一串 把這一串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它就會填入到這裡哦 OK 但是可能要注意有一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就是公式裡面也有雙引號這個東西 有沒有 雙引號 那VBA裡面也有雙引號 所以它會造成什麼呢 如果你把這個公式放進來之後 它會不知道說你這個雙引號 到底是城市裡面用的 還是公式裡面有 所以如果假如你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為了要做區別 你變成你要把這個公式的雙引號要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兩個雙引號 以示區別哦 OK 那我改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哦 OK 所以哦 記得這個改的地方就是不要R1、C1 然後呢 等於後面的話就是把那個雙引號留下來 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貼的話就是把這個選起來 複製嘛 那如果要貼你現在切不過VBA嘛 所以要按取消 取消 然後再切到VBA這邊 有沒有 切過來 然後把它貼上 那因為這裡面有剛剛講的這個雙引號 對 所以哦 記得哦 如果你公式裡面有雙引號 很簡單 在後面再補一個就對了 這個是規則啦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把公式裡面的 以後如果你貼上公式哦 如果你有看到雙引號 一定要務必要把它再多補一個 不然的話它會搞不清楚說 這個到底是裡面的還是外面的 它會有混淆 會反映錯誤就對了 OK哦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然後最後還有沒有改哪些 這邊範圍嗎 填滿範圍不就改成D就好了 這樣不就改完了 改OK了 所以我剛剛改哪些地方 一把這個範圍貼過來對不對 這個是step1 step2的話就改這個 c2變d2嘛 然後還有什麼呢 這個不要用r1c1 這個不要 這邊不要 OK 然後把這個公式貼到這邊來 記得要前後加雙引號 還有這邊改一下 好 改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可以runrun run的話一樣啦 不過你現在run 因為它現在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勢必要把它清除 但問題你說 老師那清除我清不定 我先現在這個地方 我怎麼可以把這個清掉 我目前只有清這個c啊 所以如果你要連d也清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在c2後面加一個冒號 再加一個d2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我選的時候是選c2跟d2 然後contr就向下 直接兩欄都選 所以清的話就清兩欄 所以這個地方改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加一個冒號 清除的地方有沒有 加一個冒號 c2跟d2嘛 一起幫它向下清除 欸 清掉了吧 那如果你在執行年級的話 欸 有沒有 年級就有了 欸 那系所看一下 系所也有了 有沒有 系所年級都有啊 欸 那再來最後一個 還有什麼 學碩士班對不對 所以啊 一樣 你乾脆就把這個年級再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之後 然後名稱的話就叫什麼 學碩士班好了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放進來這裡 sup的後面 好 那一樣嘛 所以改的邏輯應該會吧 這個地方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1 2 然後 公式 有沒有 公式就是剛剛這一串 所以把這一串複製 取消 再切到這邊來貼上 那記得在它的雙引號後面再補一個 只要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一定要用兩個來呈現 然後 先放1 2嘛 然後 Formina 加這個 然後填滿的範圍 那就是 1 2 到 1 5 8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學碩士班就完成了 不過 清除好像要少一個 所以記得冒號改成什麼 那直接乾脆改成1 2 算了 有沒有 C 2 到 1 2 那就是三個欄位一起選 一起清掉 OK 知心看看 有了 然後學碩士班 看會成功 會了 有沒有 OK 班級 細鎖 這樣OK了 有沒有 不過的話 最後當然呢 我們會需要把這 這總共有幾個 四個sup吧 那你當然可以做四個按鈕 細鎖 學碩士 年級 學碩士 清除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 最後其實你也可以從聚集看到 其實所以你從聚集看到四個 那在 Visual Basic 一樣是看到四個 只是說它呈現的方式是用四個sup來呈現 OK 那按鈕還記得怎麼做吧 按鈕是從這邊插入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個按鈕 表單控制項 然後這邊拖拉出一個按鈕就OK了 然後這個也許先細鎖吧 然後把它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把游標點到按鈕1的前面 然後delete掉按鈕1貼上 細鎖又有了 那再來可能好像有四個 所以要另外還要加三個按鈕 那不過我推薦各位啦 因為如果假設你另外再點這個按鈕再拖拉 它的大小不一定會跟它一模一樣大 可能會調很久對不對 所以我的習慣會直接拿這個 按右鍵直接把它複製 為什麼 因為你複製的會一模一樣大 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底下 我習慣是 有沒有要放這邊嗎 然後貼三個 一個 兩個 三個對不對 那位置如果不夠緊湊 你如果要拉它按Ctrl鍵就可以了 Ctrl鍵按住 Ctrl鍵按住 然後再往上就可以了 這邊可以往上 不 Ctrl鍵一下 它變複製了 因為我Ctrl鍵按放開 Ctrl鍵點一下 然後點它一下 Ctrl鍵要放開 如果你按住它變複製了 OK 然後把它移動一下 好啦 那不過三個都變係數怎麼辦 沒關係 下一個 下一個是班級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班級的話 你就直接點班級 年級 跟這裡講年級 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名稱把它改一下 改成年級 有沒有貼上就好了 所以這樣的話 這邊就是年級 而且按鈕會一樣大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學碩士班 OK 然後再把它複製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清除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好 這樣我看 再試一下 清除 然後 細鎖 年級 學碩士 年級 OK 滿好玩的 有沒有 按一按 很多事情 按一按都有的話 那就方便了 看你今天要產生什麼 我要細鎖 年級 學碩士 清除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 其實我們只有錄兩個 錄那個細鎖 跟清除 那這個 跟這個是由細鎖衍生出來的 改一下就好了 試一下